前周七号货运飞船揭开了2024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的序幕 今年中国空间站还会迎来哪些访客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还会有哪些进展呢 我们也采访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 杨立伟介绍 除了货运飞船 今年还有两次载人飞行任务 沈州18和19号两个飞行程组的六名航天员已经确定 杨立伟介绍 2024年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比较饱满 涉及到了六次大任务 包括四次发射任务和两次回收任务 发射任务主要是我们天舟七 还有下半年的天舟八 还有咱们载人的沈州18号和沈州19号两次发射 同时我们还有沈州17号的回收 以及沈18的回收 那么今年的主要是针对这个六次任务 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些研制任务了 在在24年应该说任务还是比较饱满的 杨立伟介绍 今年即将执行任务的沈州18号和沈州19号两个飞行程组 六名航天员已经确定 除了基础训练外 针对今年空间站的任务重点 他们也正在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训练 运营期的主要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在平台上的一些科学实验 以及对空间站的这个维护维修和一些组装的一些任务 因为咱们整个的空间站的这种运行 包括一些原器件 包括一些需要更换的 一些原器件比如说到了使用寿命 或者是到了该更替的地方 那么都需要航天在上面去做 对一些这个突发的一些 或者是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太能翻版 像这一次对它进行一些维护 那么也是一些临时的任务 给工程带来的一些特色和特点 2023年中国载人登月工程立项 杨立伟介绍 今年载人登月也将加速稳步推进 那么在立项前期 实际上呢 我们的这个技术公关以及发论证 已经做了这个大量的工作 那么立项之后呢 现在咱们的火箭系统 还有我们的飞船 包括我们的着陆器 都转入出样 那这样呢 就是我们下一步呢 就是往这个下一步的一些阵阳 包括一些实验 在做这些方面的一些工作 对 已经应该说好多的这个关键技术 已经这个突破了 都交出了 能不能给您的一段冬licht 但是我们曾经打算 很为了 并不够